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循环处理 什么意思 每种语言中都有这个循环逻辑 Luby中的也不例外 今天咱们就涉及一下Luby关于循环的处理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三个循环 Full循环 非常非常的常用 Wire循环 Antil循环 Antil循环跟我上期讲的NLess一样 不常用 不过也今天作为知识点给您介绍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内容 首先说咱们循环一个数组 什么数组 GameList 里面有三个字符串变量 分别是三个游戏名 塞尔达传说 超级马里要看减值 然后咱们循环这个数组 怎么循环 大家请看 我先用Full循环 这个Full 跟上一个每次循环赋予的临时变量名 我就叫Game 为什么 GameList 对不对叫Game 然后In 我循环谁 后面要写 在In的后面写上GameList 我循环这个数组 最后跟一个度 这个度很奇怪 一般语言中都是中括号什么的 或者说就什么都不写 这他写个度 卢比中 那咱们就这么记就可以了 最后是End 然后循环每一个元素 数组每个元素是什么 就是这些个元素对不对 字符串 那么它每循环一次 就会把当前的字符串 付给Game 然后我在这输出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循环 循环几次 数组中有三个元素 所以说 这是要循环三次 同时 每次循环输出当前元素的内容 要是咱们实际上试一下 好 接下来 下来是循环这个数字 咱们在这个编码过程中 不是说 我就光循环数组 别的不循环 不是 有的处理就是说 我要循环某个固定的次数 比如说循环三次 循环五次 或者说循环五十次 都可以 那咱们这个就是说 我指定咱们的循环处理 循环多少次 好 咱们看一下 怎么写呢 一个Full 跟一个临时变量 In In谁 In这个 1.5 什么意思 从1到5 就这个意思 也可以把理解为 1到5的数组 然后后面跟一个Do 接下来是End 然后每次输出 这输出什么内容呢 这循环五次 每次输出当前的变量的值 换句话说 这应该输出 12345 好 接下来 循环一到四 什么意思 咱们看 大家请看 我这代码 两个代码一样 怎么这就是循环一到四 这就是循环一到五呢 对嘛 这多了一个点 换句话说 1.5 是1到5 1.5 是1到4 换句话说 这是小于等于5 这是小于5 两个点 是小于等于5 这个区别 其实不太好理解 你这么多点 本来我写代码 看着够晕的 你还够够出来一帮点 这是Luby 我认为设计的不好的地方 好 这另外的话题 也就是说 这个循环节 因为是三个点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循环节 只循环四次 当小于5的时候 就退出循环 当等于5的时候 就退出循环 所以这应该输出 1到4 一会咱们实际跑一下 接下来 Val循环 这个也是用的相对较多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写法 首先是一个变量 index等于0 Val是说 当这个变量小于5的时候 就循环 是0 那肯定小于5 肯定循环 对不对 那怎么循环呢 输出这个index的值 然后这个index加1 也就是说 它进来说是0 做完处理之后 加1变1了 1再循环 然后变2 再循环变3 直到它大于等于5 或者说不小于5的时候 就退出循环 那咱们试下这个效果 接下来 又是令人非常不好读 很费解的entere 或者说unless 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一开始是0 对不对 如果是0 0等于5吗 不等于 那什么是假吗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您的这个条件文 是假的时候 它才循环 什么时候这条件文 变真了 不 退出 非常难理解 作为知识点 咱们掌握一下就可以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是index等于0 对不对 它是说 直到等于5的时候 就退出 那我现在是0 是真是假 是假吗 假进来 打印 然后再加1 然后再回来 还不等于5 再走 再打印 然后再加1 直到index等于5了 ntere等于5 怎么办 崩 退出 不好理解 反正我在这么多年编码过程中 n-less n-tier 我是一次都没用过 而且呢 一点不耽误空错 好 咱显一手续 马上运行下 今天代码 咱们试一下 我建一个test.rb的文件 然后考过来 现在内容还不算太多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效果 Let's go Lubicong test 灰车 好 怎么样看啊 首先说 咱们照代码 请看 我先输出这个game list的循环 这呢 确实是输出了三行 每行呢 是一个游戏名称 说明这儿的循环了三次 对不对 没问题 好 接下来 看1到5这个 请看 我这是不是输出1到5了 是什么 for number in 1点点5 循环 这是小于等于5 它循环5次 打印出下面的1到5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再看这个1到4循环 这因为是 for跟上面都一样 仅仅是这 1点点 3个点 3个点是小于5 2个点是小于等于5 对不对 那这呢 循环4次 大家请看 这打印出来 1到4 没错吧 对应的是这个循环 好 咱们再看这val循环 首先给个index点0 然后呢 当它小于5的时候 就循环 然后每次循环的index加1 每次输出这个val点index 然后输出当前的值 就这地方 val 大家请看 注射值是0 每次循环加1 值到5 一看5 到5了 它不小于5了 就退出 所以说这循环到0到4 循环5次 但是数值呢 是01234 没问题吧 OK 再往下看 最后 until 这until 我都不想讲 这个几乎就不用 请看 因代等于0 当它等于5的时候 就退出 否则就循环 大家看 每次下1 对不对 一开始是0 等于5吗 不等于 那么循环 接下来变成1 等于5吗 不等于循环 再接下来等于2 不等于5吗 OK 循环 于是说 一直循环 从0到4 直到9000 它等于5了 那怎么着了 不循环了 为什么 等于5 我就要退出吗 这是退出条件 所以我就 退出 这是until的写法 我是极力不推荐您使用until的方法 为什么呢 让您的代码读起来非常难理解 反正我是不会用 好 以上就是给您说的关于循环的概念 同时还告诉您 不推荐您使用这个关键字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到所有代码了 今天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下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